好家伙 这妹子疯起来节操都碎了一地 为了庆祝自己洗涤几十斤大狗鱼 直接脱光衣服给大家送福利 这妹子是唯一不把观众当外人的选手 来来来 狠狠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上集说到贝蒂娜音响男朋友退出了比赛 老baby放弃打猎 转头钓鱼行列 终于吃上了开局以来的第一条烤鱼 挑战时间来到了第14天 目前还剩下5名选手 乌里克一大早醒来 感觉冷得要命 湖面上飘着厚厚的烟雾 不知道的还以为哪位道友在修仙呢 今天他决定出门继续受敛 回到蹲守了好几天的伏击点处 老baby转头钓鱼后 场上还剩乌里克在坚持受敛 这把公出效连只鸟都没杀过 更别说让他吃上什么烤肉蛋白质了 你这害老我就看你还能凹几急 毫无收获回到庇护所 乌里克又掏出剪刀剪鼻毛打发时间 好家伙 你有空再发神经都不去钓鱼 你不我难道要我饿 老baby大早起来杯子都已经结冰 庇护所旁的绳子都被冻得硬气起来 而且这造型还挺有艺术感的 将其挂在屋内吊顶上 这阿婆真不愧是时尚的楷模 一根绳子都被玩出了新花样 每天晚上睡觉都被冻成狗 庇护所必须做好保暖措施才行 他打算先给营地造个室内壁炉 由于空间狭窄 那只能先扩建庇护所 老baby从外面收集了很多木头回来 还将木头削皮处理 优雅的老太婆这些细节肯定要注意 累了困了就来一杯白开水 索轮一大早也被冻醒 湖边的小水坑也冻上了一层碎冰冰 他煮了一锅热水来日常清洁 这时候脏到已经洗不干净 洗漱完就开始动手干活 他把周围的苔藓全部收集起来 然后放到石头上降气晒干 这种苔藓在入冻后是重要的保暖物资 因此他必须提前收集到大量苔藓 如果只输出不是入的话 干这种力气活根本没几人能扛得住 现在他的小母已经初步成型 相比其他选手四面漏风的手刮棚 他这个简直好太多了 但细节太多必定会消耗大量的体力 尤其是他已经50多岁的高脸 在没有足够的食物支撑下 他这骨质增生的身体 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安妮这婆娘每天都要洗个冷水澡 还顺便把鱼网投放到河里 穿了几天的裤衩也必须洗一洗 洗好的裤衩必须大火高温消毒 顺便注意过热水来暖暖身子 搞定一切后安妮又来到湖边钓鱼 随着寒潮来袭 鱼儿也游到了深水区 安妮感觉这两天钓鱼变得困难了很多 有时候一天下来连鱼毛都钓不到半条 这个婆娘是目前为止钓鱼最强的选手 但潜水区已经没有鱼 她也没有办法 克劳斯来到附近收集野蓝莓 整只手都沾满了红色的蓝莓酱 冬天干燥让她的双手都出现了军炼 吃饱后她又来到河边检查鱼网 但看到水利的鱼网毫无动静 此时她内心就像一万匹草泥马践踏而过 开局以来她试过很多捕鱼方式 各种各样的路亚鱼儿 几乎都尝试了一遍 还有撒网抓鱼也没停过 但要问她抓到多少鱼吧 自从第一集抓了条鸡尸巾的狗鱼后 其他尸巾几乎连鱼毛都没见过 面对这种情况她也很无奈 还是回去洗洗早点睡吧 乌里克今天打算给庇护所造一扇门 他首先把木头锯成小段 再用绳子将其固定在门口上 就这么一个木架子 他足足弄了大半天时间 搞到最后还只是个半成品 累了一天的索伦 晚餐依然是啃酥皮 现在的肚子饿得只剩空气了 你这老六打死都不肯去钓鱼吃 对于这种喝白开水都能补充蛋白质的大神 抛开事事不谈 我内心是无比敬佩的 空前时索伦打算用木头造个勺子 好家伙 这难道做勺子来吃空气吗 最后看成品原来做的是一把木铲 克劳斯今晚也在庇护所里喝起北风 他认为潜水区还会有鱼上钩 这老六竟然相信明天会更好 无理克来到湖边钓鱼 这次终于有鱼咬钩了 这嗨老刚放弃打猎 上来就钓了条大鱼 你让隔壁那些专业钓鱼老还怎么活 赶紧拿回家生火做饭 直接把鱼串在木棍上烤 今晚所有选手中就你能吃上肉 酒足饭饱后进入梦乡 简直爽到飞起 挑战来到了第15天 克劳斯感觉早上的气温变得更低了 周围的水坑已经全部齐冰 在第六天时 他的路亚贾尔在钓鱼时不幸卡底 今天他要下水把衣食的贾尔找回来 他脱下身上的衣服套上水鞋 这么冷的天气还要下水 真的要命了 夹着大腿把水底的石头都翻了个遍 终于找到了他的路亚贾尔 希望这用命换来的鱼儿 能给他带来好运吧 无理克今天继续完善庇护所大门 昨天搞了一天都还没弄好 就你这乌龟速度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上次医生过来给他检查身体 就表示非常嫌弃他的庇护所 还说他这种毫无保暖措施的庇护所 想要熬过这个冬天除非不要命 老baby刚起床就发现屋外已经下雪 赶紧穿好手套 以免老风石找上门 保暖的壁炉都还没做好 这下可完蛋了 安妮这边已经下雪 她很担心自己的庇护所能不能保暖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 让所有选手都措手不及 他们都在忙着收集木柴 为接下来的寒冬做准备 而克劳斯却认为这是钓鱼的好机会 气温降低缩子鱼会开口咬沟 这是开局以来的第一场大雪 也意味着挑战进入了地狱级难度 这里最低温度为零下22度 到时候湖面会全面结冰 选手们必须破冰补鱼 所有人必须在集寒前做好入冬准备 目前索伦的庇护所最保暖 但他在获取食物方面严重落后其他人 如果喝白开水能补充蛋白质 那索伦在这活到节目组破产都没问题 其他懒散的选手也开始紧张起来 平时干活拖拖拉拉干点活都一天时间 现在冬天来了 你不冷难道要我评论区的老铁冷 梅特今天的任务是完善壁炉 他采用的是半迁入设计 壁护所里的炉币是用石头打造的 烧火的时候可以散发热量进入屋内 希望暴风雪来时老baby你别呱呱叫吧 同时在搭建壁炉的还有我们的乌里克 像他这种纯塑料壁护所 屋内要是没有火羹我真怕你会泄 乌里克在屋内忙着整理干柴 老baby这边搞壁炉搞到一半就没有了头绪 好家伙一个壁炉都不会做 老baby你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搞不懂你为啥非要来参加什么荒野求生 乌里克很快就在庇护所里烤起了火堆 屋内瞬间就暖和了不少 昨晚还吃剩一个梭子鱼头 干脆直接做起了中午饭 在这大雪纷飞的荒野里 还能吃上一顿美味的碳椒鱼头 乌里克感觉之前一切的辛苦都值了 剩下的鱼骨头熬个汤又是一顿人间美味 索伦来到屋外检查庇护所 发现自己的小木屋被冻得帮硬了 保暖的苔藓都变成了碎冰冰 他只能继续收集苔藓修补营地 找食物的想法那是一点都没有 干起活来也是一点都不饿 目前来说最靠谱的就是索伦的庇护所 硬件设施做好后 里面的软装必须跟上 他在柱子上打满了小木钉 这样不仅能挂工具 今天不敷墙就敷你 要说运气安妮这婆娘简直好到没天理 她在附近发现了很多野鹿骨头 带回去装饰帐篷看着就很开心 今天的任务是继续完善庇护所 想制服鲜撸树 妹子化身光头墙 把附近的木头全部都薅了下来 一个塑料小杖逐渐被她改造成了小木屋 挑战来到了第16天 今天老baby的早餐是凉拌草根 庇护所旁边就是一大片芦苇 早餐的原料就是这里生产的 这种草根她已经吃好几天了 不仅扛饿还通便 现在老baby腰不酸腿不疼 都拜这些草根所赐 吃饱后来到湖边开始钓鱼 意外发现鱼竿上的飞轮都已经结冰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搞不好过两天湖面结冰 钓鱼都成了奢侈 不得不说老baby的运气真是好到爆 还没几分钟大鱼就赶着咬钩 老阿婆激动得帕金森老毛病都犯了 看样子这鱼应该不小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鱼拖到水边 赶紧抡起棍子下去跟她讲道理 好家伙 眼看到嘴的肉这样就溜了 这把一向温温如雅的老baby都气成了BB机 现在她只想一头栽进水里淹死算了 老天本想给她送肉吃 但并没有送到位 其的阿婆现在都还在口吐芬芳 安妮这几天一直都在完善庇护所 搬鱼木头真的是件体力活 但对于妙龄少女来说 能减肥就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了 索伦的苔藓木屋已经全面完工 她终于决定把找食物的工作提上日程 首先把凌乱的鱼网整理好 你可别看这工作很简单 想要整理好这鱼网 不仅要大量的时间 还要足够的耐心 现在除了抓鱼貌似 已经没有其他食物来源 不会抓鱼的老baby都饿瘦了 安妮这几天一直都没收获 只能待在庇护所里烤火堆 克劳斯在门口看到湖面上飘着水花 死要面子的克劳斯那受得了这种挑衅 马上抄起鱼竿就去干它 可惜抛肝抛到手都软了鱼毛 愣是一条都没有 看来这鱼真的会开玩笑 但既然来都来了 不带点东西回去也说不过去 克劳斯顺手往旁边树上 耗了一层皮回去 今晚没有吃只能啃树皮了 乌里克这边也好不到哪去 现在才刚刚入冬 他带来的毯子就开始脱毛了 那脱完毛的毯子 是不是可以炖个汤喝呢 这个问题乌里克蹲在地上想了很久 想着想着就自我感动起来 他又想起了家里的老婆孩子 现在特别担心会便宜了家里的隔壁老王 看他这个状态 估计也待不了多久了 现在能做的就是赶紧把情绪调整过来 他把屋顶的小雨棚拆下来 打算造一个更扎实的盖子上去 用两根木棍造了一个框架 接着把防水布固定在上面 最后直接将其盖到屋顶上即可 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克劳斯收集了一大把树皮回到庇护所 就这个量肯两个星期都没问题 过冬的食材有了还差木柴 趁着现在天气好 赶紧把周围能用的木桶都抬进屋里 寒潮来临 妈妈再也不怕他被冷到了 一顿操作下来 克劳斯的庇护所堆满了过冬物丝 他反而有点期待冬天快点到来 虽然庇护所还是塑料材质 对于保暖方面还差了点 但只要蛋白质能跟上冥墙也算可以了 没有肉池这些僵果也能顶一阵子 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得到的食物 饱受饥饿折磨的克劳斯 开始后悔当初一时冲动毁了整张渔网 不然现在就是在庇护所里吃烤云了 安妮这边终于完成了庇护所的升级 全新的木质结构 让屋子看起来更加结实 选什么都在庇护所上下足了功夫 北极圈的冬天绝对不能轻视 索伦这边的渔网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 不出意外的话 索伦很快就能再次撒网捕云了 他拿着整理好的渔网来到湖边 奇闻将低于而喜欢待在石头下取暖 不料根本无法将渔网投放到更深的水域 索伦又扛来一根长木棍 可惜依然无法让这个老木工十分满意 转眼乌里克这边的鱼竿已经咬勾 虽然这鱼的个头并不大 但四舍捂入一顿晚餐已经足够 回到营地马上开始处理鱼肉 看看这鲜嫩多脂的蛋白质 隔壁的索伦缠的哈喇子都留了一地 别人都开始吃晚饭了 安妮还拿着斧头在湖边喝溪北风 她一边敲击斧头一边放声高歌 老贝贝捡到一根像骨头的木头 要不是摄像机对着 真想狠狠咬一口解解馋 挑战来到了第17天 天还没亮乌里克就扛着弓箭出门了 相对于小打小闹的荒野小菜鸡们 他的远大报复可不止于此 对于他来说 狩猎到一头大型动物 才是他参加这次挑战的终极目标 尽管打猎会消耗大量卡路里 但作为一个敬意的荒野猎人 乌里克绝不会在家坐吃等死 随着太阳慢慢升起 树林里的小可爱也开始起床吃早餐了 可惜猎物禁止往上山跑 并没闯入射击范围 乌里克刚拉满的弓箭又软了下来 他吹到嘴都起泡了 也没见猎物的踪影 最后乌里克只能选择打道回府 现在太阳还没升起来 放下装备赶紧回屋睡个回龙觉 老贝贝发誓今天必须把壁炉造出来 他来到屋外收集了大包泥土回去 就你这效率 等你把壁炉造出来 隔壁的荒野独居都出第二赛季了 今天的天气又下降了好几度 安妮采摘的蘑菇都冻得帮硬了 每个人都感觉温度又下降了很多 索伦拉市种植的蘑菇收成特别好 只要将其切成小块 然后扔进铁锅里大火焖煮 之前做好的木产 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等待其吸49分钟后 一顿美味多汁的蘑菇炖汤新鲜出炉 乌里克打算修补好防水布 上集说到他的皮法亭已经漏水了 所以要拆下来检查漏洞 他打算割下一块布来堵住漏洞 扑你个抽签 竟然还带了浇水 你怎么不带几桶汤师傅泡面来呢 今天天气特别好 索伦赶紧把他长蘑菇的毛毯拿出来晾一晾 这样晚上睡觉才会更舒服 为了避免潮湿 他决定把床的位置垫高一点 于是拿着铲子在火堆旁一顿乱挖 挖出的泥土则扑到床头上 这海老对此一直都不太满意 接着又开始收集大木头 但如果蛋白质得不到及时补充 他这样持续的工作 必定会扛不住 无理科忙完后准备睡个午觉 你这老六有时间都不去钓鱼找食物 一早上的时间全让你给浪费了 你还好意思在这猛打哈欠 几天没吃东西 安妮干起活来都感觉浑身没力气 他开始质疑自己来这的目的 这是哪 我为什么在这里 转眼节目组的小船又出现在眼前 这又是什么情况 原来节目组为了让他们能安全过冬 特意跑船过来给所有人送物资 这是一张全新的捕鱼网 为的就是让他们在湖面结冰后能有鱼吃 好家伙 荒野独居我看多了 但玩着玩着中途送物资的还是第一次见 可能是看到选手们都一副死不断气的样子 不送点物资过来 真怕他们熬不了几集 真是服了 强行拉石场你们真会玩 但不得不说选手有了新工具后 所有人又开始燃起了斗志 他们对接下来的极寒天气又有了希望 无理科重新把木法扛回到湖边 他决定重新造船出去抓大鱼 现在所有人都希望新鱼网能带来好运 大家坐视又激起了起来 完善庇护所的继续完善庇护所 要抓鱼的已经下水探索 不得不说节目组这波机器给他们打得真到位 无理科已经开始坐船投放鱼网 而安妮这边已经成功上鱼 还没来得及高兴 抽起鱼网又抓到一条 选手们都像开了挂一样 总之人人都感觉自己能拿冠军 无理科这边终于把鱼网放好 现在感觉既兴奋又激动 希望这次不会让他失望吧 与此同时安妮抓到鱼已经靠岸 一时高兴就开始得意忘形 这次直接给兄弟们送了一波福利 好家伙 这种身材就问有几个男人受得了 这档节目唯一把我当自己人的救赎这妹子了 老实说我真看到了点东西 喜欢看的老哥 点个赞 我发你无麻烦 安妮抓到的鱼不是一般大 毫无意外这次他简直赢麻了 心情激动的他指着湖水开始鱼无伦次起来 要是天天都有这样的伙食 拿走那几百万还不是一如反掌 今天必须放纵一次 安妮打算一顿吃到撑出事 虽然水煮鱼肉没有调味料很难吃 但一切在饥饿面前都不值一提 一口鲜美的鱼肉下肚 安妮感觉整个人都已经满血复活 这婆娘随手把吃剩的鱼头一扔 气得我直拍大腿 难道她不知道把鱼头炖过汤 这又是一顿人间美味吗 同样在吃鱼肉的还有我们的乌里克 今天撒网捕鱼也迎来了收获 现在正在庇护所里大块躲移 老baby的壁炉终于投入使用 今晚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有了这个像焚尸炉一样的壁炉 整个庇护所都暖和了不少 今夜老baby再也不怕被冻成狗了 挑战时间来到第18天 所有人都被今天的温度冻醒 一觉醒来 屋外已经覆盖了一层白雪 昨晚下了一夜大雪 乌里克直接被冷到不敢起床 克劳斯把所有的饱暖衣服都穿在了身上 可刚外出门口 瞬间就被冻得直呼好家伙 湖面已经慢慢开始结冰 看来真正的寒冬正在悄然来袭 今天老baby决定继续完善庇护所 虽然这个阿婆的效率很低 但是也一点点开始有了成效 到附近收集到大量松树枝 将其先插到庇护所的围墙上 这样既能遮风挡雨 又能防寒保暖 索伦莲俄几天已经头晕目眩 现在的他急需洗条鱼 来充斥他肾虚的身子 来到湖边 这里早已被厚厚的大雪覆盖 赶紧抛一杆试试水 那么冷的天气 安妮赶紧喝杯热水暖暖身子 下一秒又想起了他那死鬼老公 安妮所有的生存技能都拜他所赐 两人曾经一起钓鱼一起流浪 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 现在真的好怀念 想着想着又开始自我感动起来 老baby最近经历特别旺盛 整天都在忙着完善庇护所 随后他又来到周围寻找食物 大部分选手都选择进入冬眠 说白了就是冷得连床都懒得起 一转眼节目组的快艇又出现在湖面 根据状态推断索伦退出的概率比较大 但其他选手的状态都不太好 索退赛这里谁都有可能 节目组的小船靠岸后 果然是直奔索伦的老巢 这老六现在感觉既头晕还想吐 医生给他现场测量身体 随后医生根据他的情况请示导演 导演给出的答复是 索伦的状态已经不适合继续参加挑战 现在必须退赛接受治疗 知道消息的索伦一脸猛逼 但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惨无人道的事实 索伦拥有了几乎完美的庇护所 可他忽视了荒野求生最重要的均衡 这也是造成他现在结果的原因 在身体健康面前 一切都显得虚无缥缈 如果继续硬撑下去 换来的很可能是不可逆转的伤害 虽然努力一场 到头来只是竹篮打死一场空 但真正的强者从来不在乎结果 点个赞 就当我们给索伦最后的祝福吧 自此场上还剩四名选手 克劳斯找到一根造型奇特的树枝 他打算将其做成一个船桨 就刚刚好 转眼又提着鱼竿说要出门钓鱼 你这老六能不能别意识一个样 今天的风浪比较大 钓鱼抛肝明显变得更加费力 但很快他就迎来了收获 克劳斯瞬间觉得自己又行了 仅凭手上这条蛋白质 不出意外的话 克劳斯已经顺利地进入了决赛圈 赶紧拎着今天的战利品 回家生火干饭 吃完了这顿 克劳斯又能不吃不喝 凹上两个星期了 无理科这边提着行李准备去下网 平静的湖面一看就不太好的样子 法子都截出了一层碎冰冰 他先是把木架搬到水上去 然后再把鱼网挂在上面 乘坐法子来到深水区 无理科把木架上的鱼网越拉越远 这次终于成功地把刺网放了出去 万幸的是法子也没有漏水 安妮的庇护所 目前连个门都还没有 只有一刮封屋内就冷得要命 今天他决定给庇护所造一扇门 他把木头垒在门口 做成一道挡风墙 一顿操作下来 小木屋被他整得非常漂亮 老baby又拿起了弓箭 捡起了老本行 但毫无意外依然毛都没碰到 人家专心钓鱼的已经准备晚餐了 在这种如此恶劣的环境 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出来瞎逛 赶紧回去钓鱼吧 不然你真的熬不了几集了 北极的冬天已经来袭 一场真正的高手对决正是拉开帷幕 面对孤独寒冷和饥饿 接下来选手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此就结束了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精彩节目吧